好 我們持續為您在台東掌握這個颱風的最新情況 現在颱風是持續朝台灣來逼近 那我們現在的位置就在富岡漁港周邊的這個海岸線這裡 可以看到在早上的時候其實這邊就出現了巨浪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浪是直接拍打上岸 而且這個浪高越來越高的趨勢 那我們可以知道根據這個氣象署的統計資料 現在在台東沿岸邊的台東市的沿岸邊 浪高的是達到已經破4米這樣的程度 因此其實在海巡署這邊也是加強在台東沿岸線來加強巡邏 就是要防止民眾再靠近 那我們知道現在其實雖然在台東市的市區附近 以及海岸線這邊其實這個風雨是不太明顯的 不過這個浪高是不斷的來拍打上岸 因此其實在海巡署這邊還有警方都加強來提醒民眾不要太靠近 不過早上的時候其實也有民眾來這邊來拍照 來記錄一下這樣的巨浪的畫面 那麼其實海巡署人也是加強來巡邏 是希望提醒民眾來離遠一點 而且是有詢問民眾來這邊的這個要來做什麼等等的情況 那我們知道其實在台東海岸邊 雖然這個雨勢風是不太明顯 不過現在在台東山區這邊我們可以知道在氣象署這邊 其實也針對台東山區發布了這個大豪雨的警戒 也要來提醒民眾希望在山區這邊如果是碰到這個豪大雨部分 其實也要嚴防這土石流的情況來發生 那我們可以知道其實在整個台東目前的情況 風雨是比較不明顯的 但是雖有民眾其實也來駐足停留 拍照甚至是來打卡 那麼我們可以知道在海岸線這邊 其實這個浪高也是越來越高 而且有漁民 富岡漁港這邊的浪也是越來越高了 我們也會持續為你掌握在台東的最近情形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